美國的尼克遜總統就說 那天就是人類自創世以來最偉大的一天 有沒有人記得那天發生什麼事? 記得的話,舉手 一個、兩個、三個 什麼日子?1969年7月20日 不記得那些呢?舉手 OK,麻煩 我看一下大家是沒有反應 還是真的記得還是不記得 原來你們有反應的 就是,記得的我想大概我見到 可能不多過五隻手 不記得的就多過很多隻 即是幾十隻手 你不記得就不用緊要 不是那麼重要 那一天就是差不多28年前的事 尼克遜總統覺得人類歷史最偉大的 那一天是什麼日子呢? 就是原來是人類登陸月球 人類登陸月球 我記得那時候我也是 我們有人做衛星 有直播香港的 半夜三更起床我陪爸爸看 那就是 在這個過程裏面 你發覺原來 當李克遜總統說 一件人類歷史裏面 創世裏面 最偉大的日子 其實當你想回頭的時候 發覺那一天 有很多人 我們都已經忘記了 都忘記了發生什麼事 那一天原來那個日子 28年前 都不是發生什麼那麼重要的事 但其實那一天是不是真的人類最偉大的日子呢? 我想美國人的心裏面 當那一天是一天 都是重要的日子 值得慶祝的日子 但人類自創世裏以來 最偉大的那個日子 不是1969年7月20號 那是什麼呢? 就是在差不多2000年前 耶穌基督降生 不是人類踏足月球的日子是最偉大 而是神 當祂踏足在地球 那一個的日子是最偉大 因為在這件事裏面 當我們看到神 祂自己如何書尊降貴 來到這個世界裏面 去給我們一群人類 帶來給我們喜樂 帶來給我們平安 帶來給我們持愛生命的時候 我想這一種 才是真真正正一個最偉大 或者對於人類來說 是最重要的一個日子 今天我們特別講到喜樂 耶穌基督來的時候 帶給我們喜樂 喜樂的源頭是什麼呢? 我想相信 喜樂的源頭 只有在神裏面 只有在耶穌基督裏面 我們才能夠得到 真正喜樂的源頭 願意今天我們 和瑪利亞的眾歌裏面 我們一起去看一下瑪利亞 為何在神裏面 祂能夠有這種喜樂呢? 請打開《勞家福音》 《勞家福音》 《勞家福音》 《第一章》《第四十六》 《第一章》《第四十六》 《第二章》《第四十五》 馬里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我神,我的舊主為樂, 因為他故念他的事類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為有福, 哪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為聖, 他憐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傍秘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裡妄想,就被他趕散了。 他有叫權兵的失衛,叫悲賤的升高,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附足的兇手回去。 他輔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為要紀念阿伯拉罕和他的後裔, 斯連民直到永遠,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所說的話。 在這裏我們看到馬利亞,他說到他自己以我靈以我的舊主為樂, 第一句說到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 其實在這裏我們人類的歷史裏面,或者在整個歷史裏面,當我們看見主耶穌基督怎樣來到這個世界裏面的時候, 我們看到聖經裏面亦都說,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因為當天使對馬利亞說的時候,就說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 他講到他要為大這件事,其實就是講到他怎樣在宇宙、世界、人類的心裏面,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家裏面,或者我們在教會裏面,怎樣能夠是那個至高至大者。 而馬利亞他在這裏就是專主為大的時候,他因爲他專耶穌華為大,他讓神居首位的時候, 所以他的心靈裏面,他能夠有那份喜樂。 當我們去看馬利亞眾歌之前那段說話的時候, 我們看到當天使跟馬利亞說的時候, 第三十二節,他要為大稱為至高的兒子,主要把他的裂祖大衛的為給他,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 然後馬利亞就不是很明白,看一下第三十四節馬利亞就對天使說, 她說,我都沒有出教,怎樣會有這樣的事呢? 天使就回答了,就說,聖靈要降臨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備你, 因此所有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 然後馬利亞最後第三十八節,你看看他就說了一句說話。 馬利亞就說,我是主的侍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於是天使就離開他去了。 當我們說了,我們尊主為大的時候,你看看, 不是說只是馬利亞,不是說, 哎,神啊,你是最大了,我心尊主你為大, 但是沒有行動配合的。 馬利亞她心尊主為大之後呢,她是, 凡事跟著呢,她都是遵照, 神她自己那個的引導,主那個的引導。 她說,哎,願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雖然當時她不是很明白, 或者當時以一個未婚的少女來講, 當她未結婚就懷孕生子的時候, 對於她來講,在文化上其實是一種很大的衝突。 或者她會遇到很多人可能會不理解, 她自己連她自己都不是很理解。 但是當她知道這個是出於神的旨意的時候, 她信服,然後她說, 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那這一種的信服呢, 其實就是帶來給我們喜樂的一種的源頭。 這個是對主的一個信心來。 知道神的旨意的時候, 亦都知道神的旨意對我們最好的時候, 我們就是信服祂自己的引導。 雖然不明白也好, 祂仍然去依靠。 我最近認識一個年輕人, 當我們講到信服的時候, 我問你,你願不願意信服神啊? 願不願意啊? 有很多人都說,我願意。 但是有時候信服神其實是很到辱的。 亦都是要你很付代價的。 最近我認識了一個, 不是最近認識的, 不過是跟一個年輕人聊天。 他告訴我, 朱牧師啊? 不是, 他不是叫我做朱牧師啊。 他告訴我, 我認識了一個女生。 哇,我很喜歡她。 很漂亮啊! 一坐下去又愛主又愛神。 說完一輪之後, 我問他, 你認識了她多久啊? 我認識了她一個月左右。 但是呢, 她的心裡已經很希望呢, 可以繼續發展, 即是兩個人的感情繼續發展下去。 於是呢, 我就提他了。 我說, 不過呢, 如果呢, 你說到是感情的問題, 你將這件事放在神的手裡, 你有沒有為這件事祈禱啊? 是不是神的旨意啊? 那麼, 他就跟我說, 唉, 我很害怕啊。 我很害怕, 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呢? 那我就不行了。 我不知怎麽算了。 那麼, 那我接著呢, 我就跟他說, 我提醒他一件事。 你有沒有發覺, 有時候我們想某些東西呢, 我們就想神的旨意是這樣。 因為其實那件事, 不是神的旨意也好, 是我們覺得這樣就是最理想的, 我就最喜歡這樣了。 但是我們忘記了, 原來神的旨意, 其實在我們身上是最好的。 那麼, 我跟他說, 喂, 不用怕啊。 如果真的不是神的旨意的話, 你信不信神的旨意, 對於你來說是最好的。 那麼, 那他呢? 唉, 都相信的。 那麼, 如果是都相信的話呢? 那麼, 你想想, 如果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是最好的, 神的旨意不是要你, 跟這個女孩拍成這樣。 那麼, 那你信不信服啊? 信不信服啊? 你們就信服啦, 因為不是你那個。 哈哈哈哈哈哈。 是吧? 那麼, 最終他都是講信服的。 為甚麼呢? 就是想, 真的, 在理智上面, 你這樣想想, 神的旨意是最好的。 神的旨意是這樣, 我信不信服呢? 我應該信服的。 但是在過程裏面呢, 弟兄姊妹, 如果是你自己的話呢, 我們就很多時候有那種的掙扎。 是吧? 我們很多時候有那種的掙扎。 瑪利亞有沒有那種的掙扎呢? 我相信瑪利亞當時都有考慮過的。 瑪利亞當時都有考慮過那個後果, 所以她都不明白, 她就問, 為甚麼呀? 難道我都未結婚, 為甚麼會有這個事? 但是在她掙扎完後果之後呢, 她仍然對神有那個信心, 她仍然信服, 她仍然信服, 神的那個大靈, 說我是你的侍女, 願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我們在掙扎的過程裏面, 有時很到肉的神, 要我們放下某一些的東西, 或者要我們附上某一些的東西, 那些東西對於我們來說是很costly的, 可能是, 要我們附上很大代價。 但是問題就是, 你說你今天尊主為大的話, 我們願不願意將神放在我們首要的位置, priority就是, 神啊,你要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都願意放上, 我都願意進行, 我都願意信服在你自己的旨意裏面。 那種的信服呢, 其實是很整存性的, 不只是說, 在某一個角度。 當然, 當瑪利亞, 她這裡給我們看到什麼呢? 瑪利亞是以神為中心, 不是以自己為中心。 是吧? 她自己做的話, 她可能不想這樣做, 對她沒有什麼好處, 她覺得。 但是呢, 當她要信服神的時候, 你是我的主, 我是你的侍女, 我情願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的時候。 那個意思就是, 神啊, 我讓你居首位, 我以你為中心, 你說什麼? 我願意這樣做。 今天弟兄姊妹我問你, 你自己反省一下, 坐在那裡。 就是, 你在生活裏面, 多以自我為中心呢? 還是多以神為中心呢? 但這是一個過程來的, 有時候可能你會, 就是兩樣都有的。 但願意在我們整個生命裏面, 我們會越來, 越以神為中心。 那這件事呢, 除了在我們自己的心裏面這樣說, 反映在你家庭上面, 反映在你的工作上面, 反映你怎樣跟人相處, 待人節物, 亦都是反映你在教會裏面, 你怎樣去侍奉神和弟兄姊妹一起去經歷。 是很重要的。 特別講到家庭, 美國的家庭呢, 其實現今的世代, 受到很大的衝擊。 差不多呢, 一半一半。 十對結婚的人裡面, 很多時候是五對就會分開。 而不單止只是夫婦之間的關係是這樣。 甚至呢, 是這個, 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家人的關係, 都很決裂的。 有一個報告, 你猜哪一班人呢, 是最不介意, 即是, 離婚率上升, 沒有所謂。 哪一班人最不介意呢, 你猜? 蛤? 律師還是牧師呢? 律師, 律師可能不是很介意。 是的, 律師不是很介意。 另外還有一班人, 我看過那樣東西, 有什麼不介意呢? 就是呢, 最不介意的人呢, 就是那些, 玩具箱。 就是為什麼玩具箱會不介意呢? 因為呢, 四個父母, 四個父母, 接著八個父母。 全部都, 就是大家, 買多些玩具給小孩子, 爭取小孩子的那些, 那些affection, 就是喜歡他們, 那樣。 但是問題, 下來一步的時候, 弟兄姊妹, 你有沒有發覺, 有時候, 你自己都是這樣? 你有沒有發覺, 有時候你自己都是這樣? 就是你會用物質, 或者用東西, 來去, 譬如我沒有時間陪我家人, 我買一件東西送給他, 就是表達我對他好, 那就算了。 因為這件事最簡單做, 是嗎? 很簡單而已, 你可能自己都不用買, 叫那個secretary出去買, 或者叫他太太出去買, 送給子女, 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其實, 當神要我們在生命裏面, 就是去建立的時候呢, 當我們個個都以自我為中心,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破裂, 那當然不開心啦, 你怎麼有喜樂呢? 有時候回到去, 可能都覺得, 面對著那些人, 覺得很辛苦, 很痛苦都不定, 但是, 如果當我們去以神他自己為中心, 我們以神的基督的愛為中心的時候呢, 我們聽著神他自己的教導, 怎樣去處理生命的人與人之間的問題的時候, 你發覺, 那個愛就出來, 然後呢, 當家人彼此相愛的時候呢, 我們那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好的時候呢, 那個喜樂就出來了, 所以其中喜樂那個源頭, 我們說我們專主為大, 其實都要我們專主為大之後, 你的後果是, 遵行神他自己的旨意, 信復, 信靠, 跟隨他的帶領, 然後呢, 那個喜樂就會出來, 神他自己就會祝福我們。 另外呢, 瑪利亞也都專主為什麼呢? 專主為聖哦, 說到說呢, 他的名為聖, 也都說到呢, 他是一個聖者, 聖者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 就是他專神, 耶穌基督是一個分別為聖, 與別不同, 也都說到呢, 神是一個聖結的一個神。 當然, 當瑪利亞專主為聖的時候呢, 他自己是神那個的兒女的時候, 他也都去分別為聖。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有個牧師這樣問, 你知不知道怎樣可以吃了一隻大醬呢? 知不知道怎樣可以吃了一隻大醬? 怎樣吃了一隻大醬呢? 人心不足, 我經常吞醬, 但是, 吃一隻大醬怎麼吃呢? 你會不會坐在那裡想一下, 蒸呢? 還是燉呢? 還是蚊呢? 但是呢, 他的答案是這樣的, 答案是, 一口一口的吃。 那為什麼一口一口的吃呢? 其實意思就是, 有一個計劃很大也好, 大醬不知怎樣埋手, 但是呢, 如果你逐少逐少去處理的時候, 你都會處理到那個問題。 好事是這樣, 譬如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你怎樣認識神的話語呢? 你不是一做基督徒, 你就完全懂得所有聖經的話語的。 上個禮拜, 我們有四個弟兄姊妹受浸, 是不是? 那四個弟兄姊妹受浸的時候, 是不是說他們等於, 他們已經完全了解了聖經的內容了? 完全知道神是怎樣了? 是不是? 他們坐在那裡, 我看到他們在領頭。 但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他們願意在整個過程裡面, 怎樣去學習? 我們怎樣才能夠認識神呢? 其實就是, 當我們一路逐少與神去建立的關係, 通過討告, 通過我們去讀經, 通過我們去默想, 通過我們主日的崇拜, 主日學的學習, 查經班的學習, 一路一路我們聚職多些, 對神的了解, 對神的經歷和資料, 以致我們能夠去了解神。 另外, 好東西是這樣, 但壞東西也一樣是這樣。 壞東西就是, 譬如, 如果我們覺得自己, 累積的效果, 如果你覺得, 哇, 我真的太辛苦了, 一天上班十幾小時, 回到家裡, 唉, 我們有權發少許脾氣吧? 即是, 如果你開始這樣想的時候, 回到家裡, 開始對你的家人發少許脾氣, 即是, 不控制自己的話, 慢慢慢慢, 沒有多久, 你就會發覺自己的脾氣, 會是很暴躁的, 開始, 即是, 即是, 很多時候控制不到, 即是, 甚至去罵你的家人, 那這個呢, 就是因為, 當少許東西, 我們不去處理的時候, 跟著跟著下來的時候, 我們的心可能就會越來越慢, 那這個偏差的感覺, 你會越來越不發覺, 你知道那個偏差, 是這麼嚴重, 所以, 在我們生命裡邊, 當我們去說, 我們專主為聖的時候, 原意我們都能夠有那個敏感度, 能夠去脫離到, 罪惡那種的捆綁, 在我們生命裡邊, 我們就將我們的生命分開來, 說, 這個生命, 我是屬於神的, 所以呢, 我在這裡過一個, 聖結的生活, 其實美國呢, 那個價值觀念呢, 一般來說, 有些東西, 是社會上可以認同的東西, 未必是一些對的東西來的, 當我們做基督徒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 就是, Dare to be different, 就是, 我們要知道, 按著聖經那個例子, 我們根據神的教導, 我們怎樣去過一個聖結的生活, 而不跟著這個社會的潮流啊, 或者傳統啊, 等等呢, 而去過活, 那就, 沒有多久之前, Promise Keeper, 我們這裡也有些弟兄去過Promise Keeper, 開始的時候, 其實一百人都未到, 就是剛剛開始的時候, 但是, 九零年代一開始之後呢, 你發覺現在呢, 已經開始, 有一次呢, 招聚了很多, 我們, 有人不同的譯法, 有些人就是譯做守弱者, 中文, 就是, 很多的弟兄, 已經全部一起, 有一次呢, 幾萬人一起, 就是, 舉手, 大家一起向神舉手, 就是宣誓, 他們要向家庭, 向社會, 去忠心的, 去侍奉神, 那,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就是, 我們其實, 做基督徒, 我們都應該是, 盡我們自己的能力, 在生命裡面, 分別為聖, 不以這個社會的潮流, 為我們自己那個的, 人家說可以做什麼, 就做什麼, 而是按著聖經的原則, 我們應該怎樣做, 怎樣才可以討神喜悅的時候, 我們這樣做, 而是, 去擺脫了這個的, 這個的罪性, 以致到我們能夠, 因為神的緣故, 因為主耶穌基督的緣故, 我們分別為聖,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呢, 我們自然就會有那種喜樂的心態, 當我們這樣做, 我們分別為聖的時候, 我們沒有被聚菌綁的時候呢, 你自然就會覺得很輕盛, 你自然就會覺得很喜樂, 很開心, 一個人在聚菌綁裡面的時候, 無論你有多少東西都好, 你都會仍然覺得不舒服, 仍然會覺得有困難, 但是當我們去依靠神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 可以有那種喜樂, 我最近在中信裡面看了一篇文章, 那個文章大概是說一個守財路的改變, 就說到這個人, 她說名是基督徒, 家庭是基督徒長大, 她說是基督徒, 但其實她去教會只不過是做生命的點絕, 沒有真真正正是把生命交給神, 她說本來就是最緊張的錢了, 守財路, 答應了跟家人去旅行, 臨到差不多時間的時候, 又覺得太忙了, 不要去了, 或者太浪費錢了, 你們選的地方太遠了, 下次才去吧, 答應了個兒子, 中學畢業大學畢業, 就送一輛車給他, 到兒子真的畢業了, 我現在還是不相信, 因為你開車開得不好, 所以其實不是真的, 而是因為她自己不想用錢的緣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裏面, 在她生活裏面發生很多的問題, 本來她的手槍是用來防身的話, 到最後三人都幾乎用那支手槍, 想了斷自己的生命, 這麼痛苦的, 結果當然神保守她, 她沒有這樣做到, 反而在那個最低點的時候, 她接受神真真正正的那個人, 她願意成為一個基督徒, 她願意成為一個基督徒, 她將她自己的生命完全改變過來, 本來是很痛苦的生活, 她跟著可以變成一個快樂的生活, 有能力的生活, 這個我們看到神她自己的改變。 另外, 馬利亞也是專主為王, 在這裏之前的聖經裏面, 我們看到她說,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的王在哪裏? 猶太人是猶太地, 猶太地的百利行, 你在猶太諸城中並不是最少的, 因為將來有一個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 牧養我以色列文。 在這裏我們看到, 講到耶穌基督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王, 是猶太人的王, 甚至他釘身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也有猶太人的王寫著在這裏, 他的罪名就是這個罪名, 所以當我們說, 主是王的時候, 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看馬利亞, 當他專主為聖, 當他知道耶穌基督或者神, 是他自己生命的王的時候, 他去歌頌他, 他在心靈裏作出這首唱歌來讚嘆。 今次我問大家弟兄姊妹, 你有沒有在生命裏去歌頌神, 或者去讚美神呢? 或者去感謝祂呢? 不單是張榮耀歸給神, 他亦都用他的心靈來侍奉神, 承擔起神對祂那種託父, 和那個使命。 今天當我們是一個基督徒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侍奉神, 怎樣去讚美神呢? 你有沒有首先在自己的關係, 和神的關係上去侍奉神呢? 你做基督徒, 不要一想就想起, 我現在要怎樣侍奉神呢? 我現在要在教會裏做什麼工作? 在社會裏做什麼工作? 第一件事, 最重要, 最重要, 最基本的事, 就是我們怎樣跟神建立那種密切的關係。 因為當我們跟神的關係是一種關係, 建立到那種關係之後, 聖靈在我們生命裏面不斷地帶領的時候, 其他的東西就可以很按部就班, 你自然就能夠將生命在你的家庭工作崗位上面, 甚至在教會的崗位上面, 你本位的侍奉, 在崗位的侍奉上面, 來去榮叫神, 去幫助神。 不是幫助神, 是給神使用, 以致我們能夠侍奉到神。 所以, 我很鼓勵大家一件事, 就是, 有誰每天都有祈禱的? 舉手。 有誰每天都有讀經的? 有誰每天都會唱聖詩的? 也有很多。 不一定要唱得好聽才能唱的, 你什麼時間都可以唱聖詩, 洗澡房的時候都可以唱聖詩。 只要我們真心去敬拜主, 我很鼓勵大家, 我們的靈修時間很重要, 讓我們用多一點的時間, 每一天在生命裡, 我們侍奉神的時候, 用我們的身心來侍奉神, 真是專注祂自己為王的時候, 如果我們連神的壞語都不知道, 或者我們跟神的距離很遠, 這樣的時候, 就有一個問題。 有個爸爸, 他要去遠行, 要放下一些小孩, 看到女兒, 最小的女兒, 其實也很疼愛那個女兒, 就想想, 送什麼給他好呢? 剛剛有一個人走過來, 就買蘋果, 好, 買了一個很漂亮的蘋果給他, 交給他, 爸爸走了, 上火車了, 誰不知火車開的時候, 女兒扔了蘋果去, 不斷追著, 爹地, 我不是要蘋果, 我是要你, 我們時時就是要蘋果, 不要爹地, 我們時時就是要神給我們的福氣, 但我們未必一定很追求神本身的關係, 所以讓我們去學習就是, 我們怎樣在生命裏面, 多追求跟神之間的關係, 如果你覺得我們跟神的距離, 你跟神的距離很遠, 我問你了, 是誰的問題? 如果你覺得你跟神的距離很遠, 那是誰的問題? 是自己的問題嗎? 神會不會改變的? 神不改變, 祂的愛是永恆不變, 所以如果要move的話, who move? 自己吧, 即是自己改變, 你覺得跟神遠的時候, 我自己首先, 改變我自己的心態, 來到神面前, 我最近就跟一個長者聊天, 講開記性的問題, 他就說, 唉,最近很沒有記性啊, 他說, 有時拿東西, 走到一半, 走到一半, 然後已經忘了自己要拿什麼, 然後要回到房間, 再想一想, 才記得回到房間, 才走出去, 我說, 唉,這樣也不算太壞了, 我聽過一個例子, 由樓上去樓下, 走到一半, 他忘了自己要上樓, 還是下樓, 然後要站在那裡想一下, 我究竟現在要上還是下呢? 人的記性會越來越不好, 因為我們的身體會越來越衰殘, 但是呢, 一件事是很重要, 就是有一個人, 有一個牧師, 就時時去Coverlesson Hospital, 探望一個會友, 那個會友當他太太過世之後, 他自己的身體也越來越不好, 起先去的時候, 他還可以說出, 我可以深知我所交託的是誰, 也深信他一定可以保守, 帶領我直至那日, 整個聖經可以背得出, 越來越沒多久, 去的時候, 那段聖經就越來越背得少,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一直到最後一陣子, 最後一次牧師去見他的時候, 他只可以說一個字, 就是背那個經, 只可以背一個字, 用英文來講, 就是Him, 只是背到Him, 其實, 這個就是聖誕節的訊息, 今天如果在我們生命裏面,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到一天, 甚麼都不記得, 但到一天, 我們身體衰殘, 到甚麼都不記得都好, 如果在我們生命裏面, 我仍然記得他, 那個他就是主耶穌基督的他, 我仍然記得主, 是我生命的主的話, 你甚麼都說不出都不要緊, 那個就是最主的訊息, 神仍然可以帶給我們 有一種平安, 有一種喜樂, 願意在我們生命裏面, 我們時時都記得, 神他自己是一個, 起落的源頭, 我們真是去信靠他, 去侍奉他, 亦都真是專主為聖, 我們自己在罪惡裏面分別出來, 我們一起唱一首詩歌, 421首, 主居首位, 421, 主居首位, 我們進去唱第一節, 《讓主居首位》第一節, 《讓主居首位》第一節, 《讓主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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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慈悲的主 愿意在我们生命里面 你教导我们 懂得怎么样的 让主你居首位 神是让我们 今天守这个圣餐的时候 我们纪念主 你自己的大爱的时候 我们纪念到 神你怎么样的 书尊降跪 来到这个世上 神是求你的爱 亲自的感动我们 以至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能够 也都以爱的 去向主你作出回应 求主你亲自的帮助 带领 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 这样祷告奉靠 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